我們現在在巴斯最有名的兩個景點 我們現在要去看羅馬人洗澡地 我們要進去啦 上升星座 紀元43年的時候羅馬人來到英國 他們侵略了英國 然後就在這裡建了浴室和神廟 但是後來就是被掩蓋了 到最近300年才發現 原來這裡有浴室 原來這裡是以前他們的神廟 所以才重新打造 讓一般的觀眾來這個地方 羅馬人當時來的時候 他們一直在想要找浴池 但是英國它是沒有一個溫泉之源 就是雅芳河 有天然的溫泉 所以當時他們就很興奮地把它建造出來了 冷知識大考驗 古代人怎麼許願的 他們就是寫這個 小鐵片 寫在寫他們的詞咒 因為他這裡幾個都是說 他東西被偷了 教那個女生 懲罰那個人 偷偷偷偷偷偷 都在偷東西 這是在英國唯一一個 在羅馬時代 都在進是相關的一個椅子 那他們以前就是用動物肝臟 去看他的什麼文路啊 這些東西來決定 算命者他們的去路 他們去做了分析 他其實本身有度了六成金 他有兩種工藝 他是從精神上 但是當時因為沒有燈 用火焰來照 可能會把那個女生給燒黑一點 所以他們就會定期的把它做更新 那女生 我們逛了老畔天 我們要去洗澡啊 我們要去洗澡啊 他是演員 我不好意思拍人家 你在幹嘛 所以 這就是古時候的人 的浴池粉絲 就是那個東北大浴池 他這邊可以洗澡的休閒中心 那以前的人不能看電影 他在那邊泡澡 他要介紹的是 羅馬陸心的不列顏 可能他們有一個羅馬人的區域 因為他可能就殖民了這個地方 然後就住在那個 霸站那邊 這裡是羅馬人的休息 休閒中心 就是 講八卦的地方 就長這樣 他們在吃生蠔 就是東北大澡湯 阿姨的戳澡 我們到了神廟的中心 當時羅馬人就是從這邊 發現了溫泉出處 從此以後這個就是 那個什麼什麼女神的神廟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他的溫泉水還在滿空中 那你知道 那那一天 可以買回しく